美国股市昨天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跌 本港股市今天高开之后也有一些压力 航上指数也跌破了10天还有20天的移动平均线的支持 我相信在未来本港股市有机会比外围市场做得比较好 主要原因就是内地早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公布了10个7G经济的措施 我相信在未来对于一些内地的银行 特别就是基建类的股份也有一个新立项的支持作用 在今天来说我相信航上指数如果可以守住13500点的水平的话 这个反弹从10月27号起来的反弹从10,676点的反弹应该还没有完结的 在未来比较大的左立,航上指数在15,300点左右 要补销